百万相报 他只为一贩之恩 一切你一切 你都是说之不愧 两次拒绝 他不求回报 却为他动容 这个心意我领了 我救手我领了 从萍水相逢 到亲如姐弟 从一面之缘 到二十多年后的艰难重聚 把我感动苦 那真是感动 我感动 他们这对姐弟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暖心往事 妹妹留下来 她感动直到我们几个人的自由 一份精心准备的致谢礼 她还会遭到姐姐的拒绝吗 但是这是她的一番心意 都是你你善良 我给你胸怀一点 你放来 五月十八日晚二十一点二十分 重庆卫视谢谢已来了 让我们一起 为这份大爱铸就的姐弟情喝彩 有请主持人 土磊 真情致谢 从新开始 谢谢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好 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位老师 分别是著名的心理专家 白燕怡 著名的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青年演员管乐 来看到今天的故事 我是一个重庆人 在重庆有缘三区里 所以当年的家庭很不好 十七岁吧 随同几个老乡啊 就出去打工去 在工作还没找到的时候 钱都没有了 走路啊 走了几天几 那就严落乞讨 人不过这家仙区那个地方呢 那天晚上就碰到我们这个姐姐 这姐姐呢 当时为什么住进来 我就冷红了 感觉很深的 她和别人不一样 她呢 亲自给我们住房 她把我们安排睡觉以后 出去给我们找工作 出去跑了半夜 但我们最后决定 大家一起走 在走的过程中呢 姐姐就把我们准备了水果 干凉 晚上呢 就给我们拿钱 我当时就很感动 其实姐对我们的知识 那是说 吹准我成长 那个情是无价的 那个情是无价的 我很感谢 我也很荣幸 今生我认识到我这个姐姐 所以说呢 在当作所有人里面啊 我还是真正发生 内心灵魂的所有人去 我谢谢我姐姐 真正地谢谢我姐姐 听起来这是一个感恩的故事 但说句实在话 心里不平衡的人内心 是不能做到真正的感恩的 那么今天 影片当中的这个男子 当年到底遭遇了什么 他嘴中的这位大姐 又对他给予了什么样的帮助 我们掌声有请 当事人的这位姐姐 名叫戴幸芬 掌声好 认识她吧 太认识了 太认识了 为什么说太认识了 因为我们都见了多少次面呢 都见了多少次面了 因为13年找到我了 要报恩 是吧 是的 我们说大恩不言谢 但是今天到了这个舞台上 你是一个被感谢和感恩的对象 你内心是什么样的想法 激动 激动 欣慰 欣慰 欣慰什么呢 激动什么呢 弟弟何荣峰 怎么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有点激动 企业家 身家亿万 在这儿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我第一次碰见 现在的一些 只要是有一定的身家的企业家 那只要一上台 那是侃侃而谈 但为什么他今天在这儿 看着像个企业家 为什么这么木讷呢 因为他今天来 不是来秀自己的 他今天来 是感谢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人 是这意思吧 你看你那样还有点羞涩 让你的员工看见了 你一定会更可爱 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何荣峰 重庆有洋人 一直在二十多年 在大东北里沈阳 你现在是哪个企业 有两三个小企业 有两三个小企业 身家几何呀 谈不上什么身家 为什么你会这么羞涩呢 是不是不管自己成就有多大 在姐姐面前 你始终就是一小弟 是的 是吧 这是亘古不变的事实 对 是的 跟我们说说当年的事吧 把牛子像这么大的事儿吧 还得担保 我们家这么大孩子 就要出去打工业了 这是我妈当初说的话 我太深刻了 我说我已经很有力气了 我等下出去把我爸这些债 还清 我说我恨他们 我就欠他们点钱嘛 去哪儿呢 一个人出去 就有认识的人 我们那些老仙有结伴 对 就说他们那时候说要去浙江 给你带了多少钱上路啊 我当时带了一百块钱 找到工作了吗 到了不就是没找到工作吗 我们就有两个朋友啊 就说 他有个姐姐在温内 她说我在那边应该去找一份工作 还是没问题呢 我说我去不去 我说我去 总共三个人好像五十块钱嘛 就又回到金华坐车 坐车到永康已经十块钱 晚上就没有钱了 就说那就走路吧 往温内那边走路 晚上头一年出门 路就走去泡了 身上也以一种十分尊重 而不伤害你的方式 让你大大方方地吃 不想让你的狼狈样子被别人所看见 这大姐很知性 那吃饱了 吃饱了以后呢 因为他们说绝地都走得都起血泡了嘛 我赶紧烧热 一句话 他就光吃了 他啥也没干 也确实像他所说的当时他特别小 年龄是他最小 所以他就好像没有插嘴的份 30元钱对于你当时的生活来说是个什么概念 你说数目不小也有点 因为那时候工资也有七八十块 半个月的口粮 小半个月 但是你是他们这个艰难路途当中的一束阳光啊 很重要 当时走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感动 可能最感动的就是我 我当时在那个地方理了一个市嘛 我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回来 而且是全心里面 这是我当时走的时候 就是理下了这个市 立了市之后一路发展还顺利吗 不算顺利 你们三个人谁发展得最好 你 现在是我 那两个呢 不算好 不算好 还有联系吗 有 还有联系 你后来是去温岭干什么了 去以后没如我们所愿 没找到工作 没找到工作 那怎么办呢 当时在那个亲戚家寄钱 借了路费 借了路费去哪呢 去天津啊 又北上啊 北上啊 还是三个人同行吗 同行 你们三个人是一直在一块吗 一直在一块 一直在一块 从来没分开过 从来走就分开了 往天津走就分开了 往天津走 你去了哪 去都是去天津 但是坐车坐分开了 为什么呢 而小的俩没有钱买票 大年来个买的票 在路过北京的时候 当时那个联系长审警 检查票 查票查得很严 把我们俩到 到咕噜的房里面去带着去了 到上面去睡觉去了 对我们一觉睡下来的时候 我们那个老大在天津下了 但我们俩俩已经过游了 我们下来游光到哪去了 我前面倒死阳了 你们那真是老大 两个人睡在锅炉上 一个人下车了 对 很从容地下车了 对 你们俩到沈阳 是这样的 行吧 也算是阴差阳错 在沈阳都干过一些什么工作 五块钱一天 干了水电和小沟 干了多久 干三个月 干三个月 然后呢 我说就听别人说家具厂 赚得多 家具厂 我就进家具厂当小沟 当水托去了 那又赚多少钱一个月呢 三百 三百 这又干了多久呢 这就一直干了 就一直干 一直干到现在 你怎么后来变老板了呢 当时进去当水托以后 我就觉得在里边发现 我三百是最低的 传闻就是三百 有朋友前面 还有技术工 想到让他能够放下心中的仇恨 当初欺负妈妈的那些人 你的一个无信之举 从此打开了他善良的心扉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找他的 96年 96年 95年年底回家 为什么要找他 把我爸的再还清 96年回来 我就有点比较生气了 我就有20多岁了 有点神气了 我觉得我现在不可以了 一个月你赚两三千了 爸的再还清了 我现在有资格给姐姐写信了 也有资格去找姐姐了 就是我当时 我认为我里面是 全心里面站在姐姐面前的话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你找姐姐干嘛呢 我觉得我长大了是个男人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 我应该去帮助他了 这是我的想法 我应该去帮助他 找到了吗 我就开始写信嘛 我没谁没去 有回信吗 没有 没收到啊 寄了好多封信都没有 为什么呢 我跟姐姐见面的时候 好像是说姐姐呢 她说她是95年的年底啊 这姐姐后续告诉我呢 已经离开那个地方 到别的地方去发展去了 那你后来怎么找着他呢 我不就一直找嘛 从95年开始找起 96年 96年年初已经开始找起 一直94年95年 心里面就这颗心 就一直在想念着这个姐姐 这么好的一个人 96年是写的第一封信 偶尔就写写日记 找了多久啊 找了近年20年嘛 走了20年 你都用了什么方式 你报警了啊 我到公安局去多少回 你还真报警了 我真是 去多少回查覆口 查姐姐 我就输入姐姐这个名字 到公安局 就是现在东北的公安局 很多人就知道这个事啊 我找他们 三年两年就到公安局 找到了2006年 2013年找到了 跟我们说说相见时的情景 那会儿你已经结婚 有孩子了吧 有 是吧 有了 13年的3月3号 我们通上了电话 这个就是因为沈阳 我的一个朋友同行 我说你知道这个地方不 哎呀他说 我就是这个先鱼呢 我说大哥 你一定要帮忙 我完成这个心愿 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一个梦想 我的一个恩姐 从2000几年认识了她 她就一直在给我找 那就是 2013年 13月2号那天上午 她给我来一个电话 让我洗澡澡澡 我找到了 应该就是说那个姐姐 她说她现在 已经不在先鱼住了 当时我正在公司出来 我就马上出来 就是车里 我关着什么啊 我就在车里 关着车里 一个人在车里 就开始就给姐姐打电话 把我感动哭 那时是感动 声音还熟悉吗 声音不熟悉了 但是后期 我们经过聊几句以后 听出来了 我说你是姐姐吗 你是叫戴信峰吗 但是在这个之前 我那个朋友和姐姐 已经通过电话了 姐姐说我没帮过沈阳人 我只帮过 有几个失专人 我还能记得 她当初到你们家 吃饭睡觉的时候 她就一直没说过话 所以这个电话 突然打过来 你特意外了 你什么感受呢 你听到她的声音 她在那边特激动 她 对 那声音听见 是相当激动的 她说是姐 我是戴信峰 你叫戴信峰 我说是呀 我说你是 她说我就是当年 三个人一起 被你们收留的 就那个 把你们家豆腐吃光的那个 年龄最小的那个 我叫何龙峰 你就想起来是她是谁 但是说真的 这个面貌 他们人像我是记不起来的了 但记得她不说话吗 太多年头了 已经慢慢慢慢淡忘了 这个事情已经 那会儿你生活得好吗 比那时候是有 好多了好多了 你知道那会儿 她已经是大老板了吗 不太清楚 13年 不知道 你没跟姐说你是大老板了 不太清楚 你为什么不说呢 你不要 你跟姐姐要说的 不就是我现在出现了吗 她后来等一会儿接了 就发信息给我了 发信息给我了 说自己在那边 现在步得还蛮好 还蛮谦虚 后来又怎么去找着姐姐了呢 去见面了呢 去了 几月份 五月份 五月份 你决定去跟她约好了 对 跟我说一下那天见面的情景 我刚上台的时候那什么情景 你刚上台的时候那是木讷的情景 不会说话了吧 对对对 我姐见面的时候很像是 不会说话是吧 就是 那你说 就默默地看到我姐姐 我姐大事还说呢 这么胖嘛 我就是 这感觉 拥抱了没有 大事还真没有 拥抱都没拥抱 没有 大事还真没有 大事所望啊 我想象那个场景应该非常激烈 是吧 二十年嘛 找你找了二十年嘛 因为通过电话那种心理已经 对对方心理都有留了一个印象了 所以你说这个举动都还不至于有 我太熟了 我太熟了 然后呢找到了姐姐 听说你是拿了一百万出来 想要改善姐姐的生活 姐姐拒绝了 是这样吗 但是姐姐的接我嘛 接了他们一个清醒的一个车 就开着到海边去 开了一个多小时吧 一个多小时就到海边 那宾馆我们就住下了 住下以后就聊了一半天 晚上也听到啥就休息了 我就跟我老婆说啊 我这个姐姐真是一个好姐姐 是个好人 但是我从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好 我说不用给姐姐拿点钱 那为什么是一百万 我认为姐妹有车吧 没有车 但我认为 她跟我说她那个房 蒙店啊 也是一年七万块钱租的 一年七万 那就是说肯定没有房子 没有房给买套房 先居大概也就四五十万 对 是吧 买个车也得 买个车二三十万 对 七八十万 还有呢 还有什么 周庄不能啊 少要拿点 一百万 一百万一个整数 对 第二千给姐姐了 我就给姐姐说 但是就 我就给姐姐说 我有这个心意 收了吗 姐姐 这个怎么能收呀 维修有什么不可以收吗 自从通电话的时候 给我发信息了以后 我已经说真的激动都不得了 一直真的很 哎呀 跑着接完电话 发 看完了信息以后 我就偷着跑到楼上 都哭了好长时间 这不是喜事吗 是喜事 太让我感动 哦 你当年的行为 才让人感动呢 没有 没有 所以 这个 这份情 已经 比什么都重要 再说我们自己 是顾得也 也顾得去 还可以 他们的挣钱 虽说是企业家 他们挣了钱 也挣来的钱 也不容易 他们需要用钱的地方 比我们多得多 所以这个钱我 你就直接拒绝了 但是这是她的一番心意啊 一番心意 这个心意我领了 我就说我领了 这个钱我是不能收 人最失落的莫过于 想给钱给不出去 是吧 有 很生气 不管是失落 很生气 我觉得这个景气 他说了那么多 怎么解释 怎么说都不行 我说我现在真的 还过得虚了 可以了 我回报 回报 帮忙你是 应该的 我跟姐姐说 我今天给你的 一切的一切 你都是受之无愧 都是你 你善良 和你的胸怀一点 你换来的 但我姐给我说什么话呢 她说 有你这份心情 二十多年来 有你记得我 我已经很自主了 我帮过很多人 但是他们可能都记不得我了 甚至还有人 跟讲仇报也有 但是我从来都没想过 得到别人的回报 有了你这件事 影响了我 我会把我的本性持续下去 这是姐姐给我发的信息 会把我的本性持续下去 那你今天来是干什么 我今天来呢 我现在的表达方式和礼物 第一个在心里 我也没有必要去 送更多的钱和责任 现在再说钱就熟了 在我心目中就是 一辈子任这个姐姐 把他们家当成 是我们家一样 我来承担这个家里就行了 好 对 特别好 特别好 而且据我们所了解 现在姐姐和弟弟两个人呢 在生活当中 也经常做一些公益活动 是吧 姐姐是做什么公益啊 人家需要得了那个白血病呀 骨髓遗址呀 那些我就是自己贵了些钱 就是这样子 隶属难级地贵了一点 跟当年一样 我没让人家知道呀 我没让人家说过呀 他跟我们说的 一百万捐不出去 你可以做别的好事 你做了什么公益啊 也谈不上这公益啊 但是我说过一句话 我跟我们当时的一个校长 说过一句话 我当初是因为家庭 没有钱而不上学 所以我告诉他们有些学校 友善不起学的孩子找我 在我们的视线里 不允许没有钱上学的孩子 而不上学 而一个问题呢 就是对家庭的一些老人 长级人 给他们一些帮助 是我们应该做的 因为我们现在也不差点点 而且我们收纳的时候 也是多么口碗有人 牵出援手帮帮我吧 所以我是很理解这种心情 这两个人曾经是陌生人 不沾青不带顾 但就因为20年前的一个无心之举 使他们牢牢地绑在了一块儿 而且使得他们周围的那些人 更加温暖 我听了何先生 你的奋斗史虽然很艰苦 但是我觉得您坚持下来了 也是告诉我们 现在正在创业的这些 在路上的人们吧 给我们大家一个正能量 所以我们会向您也学习 第二个呢 也学习您这种感恩的这个心情 正所谓是好人一生平安 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 让我感觉到就是一个字爱 爱真的有特别神奇的力量 爱能改变仇恨 爱能改变一个人 对于社会的看法 对于人生的一种追求 从最开始 是因为看到了很多人 去围攻你的妈妈 然后你内心当中充满了 对父亲的失望 对这些人的一些仇恨 带着这个仇恨上路 但是因为爱的出现 因为这个姐姐给予了 这样的一个善良的一个行为 就把这种仇恨转变了 当你内心有爱的力量的时候 我们就学会了一种能力 叫换位思考 因为我如果内心当中没有爱 我是自私的 我根本眼里看不到 别人做了什么 或者别人有什么难处 我没有换位思考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想让我们身边的孩子 或者是我们的家人 有换位思考的能力 你真的要给予他无条件的爱 就像姐姐这样 你是亿万富翁 在一个某些程度上 存在仇富的时代 你身上是有贴着标签的 富人 有距离 很多人会戴着变色眼镜 看你为父不仁 但是你能记着 二十多年前 一次意外的一范之恩 不是代表一个人 是代表的一些 一系列勤劳致富路上 顽强拼搏奋斗 改变命运的人 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误读 谢谢你来了 我们一定提醒大家 不要轻易地给任何人填标签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也注意到 这一范之恩带来的 除了你的奋斗 它不需要你感谢 它不需要一百万 它需要你把一个事业继续下去 善待孩子 职员教 善待你的员工 永不拓欠工资 为我们更多的人 沿着我刚才说的 那个奋斗的路 继续前进 这可能就是姐姐的心愿 我们都知道 世间有两个 特别美好的词汇 一个叫不诗 一个叫慈悲 一件小事 见证了两个 人世间最宝贵的品质 因为它们萍水相放 不诗和慈悲 都不需要回报 一百万买不到 这不意味着说 我们受住的人 就不去回报 因为只有我们能够 感知到这样的东西的重量 超过一百万 才会激励更多的姐姐 去帮助别人 我们应该结束 一种社会现象的 好人总是吃亏 好人总是做了好事 无人理睬 今天的感恩 对于像姐姐这样的好人 无比的重要 你接着走下去 由我们支持你 一定会 一定会接受下去 谢谢 如果当初这个故事的版本 不是这样 他们三个人 尤其是他 带着一种 对于生活的物质的需求 带着一种 对于周灵四舍 欺负母亲的那种仇恨 落魄地来到了千里之外 一路风餐露宿 颠沛流离 没有更多的温暖 更别说支持 在尾随着一个漂亮的姑娘 到了她家之后 如果她得到的待遇 依然是闭之门之外 那么这股仇恨 灾将继续下去 继续到天津 沈阳 而且很有可能 在带着这种仇恨的时候 她没有办法 真正地抓住机遇 学会所谓的一些记忆 很有可能她诸实不顺 那种仇恨就越来越累积 很有可能就 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的 一种事业轨迹 所以说你的一个无心之举 让她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 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因为你觉得在生活当中 其实好事不少 做好事的人挺多的 而且现在媒体发达 天天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 做好事的人 那为什么还有一些人心里总是透着一股冷 甚至他会觉得 这个东西假的吧 有那么真吗 我不信 但是其实这个生活当中最珍贵的东西 往往就是像你这样的 做了也不说 就没真没觉得把它当回事 这种无声的 这种无声的滋润 谢谢 姐姐 虽然一直在说 但是今天我带着我们大伙的面 还是要说一声 谢谢你来了 今天呢 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小女友 她不值多少钱 但是在我心里面呢 是一种永存的祝福 祝福我们姐弟自己 就能送你们放下来 我们转发美我们的最新鲜 记者 您掌集我们的最新鲜 在什么地方 我能送你 成真 跟当分好 我也能送你 一句 我能带不来 你 我能带不来 我能带不来 你 我能带不来 我能带不来 你 那我们 你 我能带不来 送给永远的姐姐 感谢姐姐 走进我生命的灵魂 影响了我的一生 谢谢 把话拿过来 干花是吧 又好香啊 感谢姐姐走进我生命的灵魂 看得出来每一笔都是用力的 为什么会想到送这花呢 这花叫永生花 永生花 这个名挺好 挺好 永远的姐姐 代表我心里面永远真宗的姐姐 我们姐弟之心 永远的 慈禧到永远 永生花 最后感谢姐姐 把我带来了 一生的改变 最后我选择了送这个花 喜欢吗 喜欢 特别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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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感谢姐姐 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心里面 永远真宗的姐姐 祝福我们姐弟之心 持续到永远 那些伤照不明白了幸福的意义 那么看完这期节目之后 回去想一想 生命当中到目前为止 有哪些人是最值得你感谢 当你想到他的时候 你就会变得纯真起来 如果你有什么人需要说声感谢 有什么道歉的话想要陈述 欢迎来到这个舞台 我们将努力帮助你 重修旧好 华丽转身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